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请问他的排名怎么算 我们今天就交到排名结束就好了 因为光排名 光一个RANKX 我们就要花十几分钟来教学 我刚刚已经把最简单的函是SUM教了 我们其实在大数据分析 没有人在算SUM 我们都是在算那个SUMX RANKX 反正后面都多了一个X 好,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这个RANKX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我现在要请你们做的是那个排序 排序 可是我要知道说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一名 谁是第二名 这件事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中南是有一个值 中南地区有一个值 西北地区有一个值 所以我们绝对可以把这些值来去做RANK 可以哦 好,所以我们来去算出来 哪一个是第一名 哪一个是第二名 好,那怎么算呢 怎么算 请问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用新增量值 在哪一个资料表里面 在销售人员地区这里 好,我就直接点首页底下的新增量值 然后接下来这边应该是地区销售排名 地区销售排名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用的韩式叫做RANK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椅子要比较熟的话 你大概都知道韩式是什么 可是这边它多了一个X 其实你仔细去看一下 有没有RANK这个函数 没有 只有RANKX 然后它又是写英文 你又看不懂 对不对 好,我们赶快叫出来 它在这个地方呢 它说我们必须要放一个Table Table 还要放一个运算式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是数值的资料 然后排序的方式地增还是地减 好,所以我们先放资料表 资料表是哪一个资料表 是不是选这个OVER OVER底下的什么 订单 OVER底下的销售人员 对不起,销售人员 所以往下选择销售人员 我是不是要选到资料表 因为它这边是不是说 要选择那个第一个RANKX 第一个要放Table嘛 Table,这叫Table可以吗 订单Table 退货 退货Table 然后销售人员Table 然后因为OVER 左刮胡是不是要有一个右刮胡 右刮胡对应 所以右刮胡 然后逗号 这样是不是就算出来这个Table Table接下来要放什么 Expiration Expiration就是运算式 运算式是不是就刚刚这一个 就是我以地区销售总额来去做计算 好,所以怎么样去呼叫出来 那一拦 好,一撇 一撇哦 当我点了一撇 它这边它会自动判断 我刚刚是不是选哪一个Table 是不是销售人员 所以这边它只让我选这里面的 它能不能让我选订单 不行 你排序嘛 请问你王晓明在国贸系 那个三年A班 那他有没有可能去排到 那个四年A班的那个排序 不可能啊 这样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所以这边我们要选择的那个Expiration 只能在这个资料表里面选 好,所以往下选到什么 地区销售额 然后逗号 接下来是不是Value Value我们可以空白 然后那个Oder也是空白 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们放由D排到高 就是销售额越高的 好,它排成第一名 这个是DESC Tab键 又刮鼓 Enter 记得哦 要把这个地区销售排名打勾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这个是第二名 这边是第一名 华东地区第一名 我想我写在白板 不用写在白板上 我告诉你讲义的位置 然后您自己去操作 放在讲义的第几页呢 讲一下RANK 还有OVER OVER是在讲义的第46页 所有资料表 然后RANK是在50页 50页 所以请你们 请你们要会练习 就这两个韩式 一个是OVER 还有一个是RANK X 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请你务必一定要听懂 请你务必一定要听懂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这个 地区销售排名 对不对 地区销售排名 它的运算是是不是依照什么 地区销售额的高低 来去做排序的 可是这个地区销售额 我们一定有同学 他会这样做 我选资料表 选资料表 然后呈现什么 地区 好 稍微把这个值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放销售额 他就直接勾 订单 因为我已经做好关联了嘛 所以他就勾订单里面的这个销售额 请问是不是做出来一模一样的内容 对吧 那明天会说 老师我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来算这个值 刚刚你这个值怎么算的 是不是写韩式 SUM 对不对 现在这个韩式是 现在这个韩式是怎么算的 根本就没有这韩式 我这样 同学 我真的要特别特别提醒你一个很重要观念 请问 请问 中南的这一个值 400多万 请问有这个值吗 没有这个值 没有这个值 这个 有这个值 这个值叫做地区销售额 就是中南地区销售额 这个值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个值代表的是 我们资料表里面 所有的东南 是不是很多笔记录 他帮我们暂时算出来的一个加总值 问题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到时候排序的时候 是依照什么来排序 各位 记住 我们在算rank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 以这个 单一的 单一的 这边是不是一 这边是不是一 对不对 这个地区 然后用地区的一个销售额 来去做排序 这边都是一 可是这个地方的地区 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地区 所代表的意义是有好多好多笔记录 因为总共才六个地区 可是这里面有一万笔的订单 所以这个地区 东南地区代表什么 可能一千多两千笔的订单 那请问你他到底要拿哪一个值来去做排序 来去做排名 他不知道 所以他一定会产生错误 例如说我现在做给你看好了 例如 我一样的做法 我一样的做法 我现在来去做 在这里面 在订单里面 我随便选一格 然后来去做 新增什么 量值 有印象吗 新增量值 然后 假设我这边叫做什么 地区 地区 那个销售 排名 二 等于什么 R A-N-K X 然后 Table是哪一个Table 现在这个Table要哪一个Table了 是不是订单 对吧 所以我就选到订单 over 里面的订单 又刮糊 逗号 接下来运算式 运算式是不是刚刚我算的这一个 新增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名称是什么 销售额 我就直接改成销售额 所以一撇 的销售额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重点是 订单里面 这一个中南的销售额 有多少个 是不是一千多个 它到底排名要用哪一个 可以吗 所以 逗号 逗号 然后选择 DESC 又刮糊 Enter 它就会产生 无法判定 资料 订单中 资料行 销售额的 单一值 请问排名 是不是一定要 单一值 所以 所以 就会产生 这个错误 可以了解 我现在在说什么吗 这边 这个销售额 这个销售额 它 不具有 单一性 可以了解 所以 当我们今天 我们在去算 这个东西的时候 真的 请你们 特别注意一下 特别 请你们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一定要掌握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时机来去学韩式 它刚刚这边出现的这个错误呢 你一定要就是到时候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 它一定会提供给你一个错误资讯 然后就把这个错误资讯告诉我 好了 那我想这大概就是我要跟各位告诉你们就是韩式的一个应用